- 大家好,我是梦想家,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也是我筹备了一些时间要不要做的一期,最后还是决定要做了,看了影片剪图你应该猜到我要说什么了,这期说说活影忍者,漩涡名人十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废话, 有话不多说,开始吧! 活影忍者故事开始于木叶村一个顽皮爱捣蛋的小鬼,漩涡名人,当时名人十二岁,一百四十五公分,四十公斤 名人生日是十月十日,这个日子刚好是日本东京第一次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之后日本将十月十日定为全民体育日,终止是爱好体育培养健康的行程,到了1999年,体育日改为十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说了那么多要干嘛呀?反正名人的生日刚好在十月十日 名人的名字由来你知道吗?自来也有两本主作,一本是清热天堂,一本是更新人传,名人这个名字是自来也更新人传的主角 第四代活影水门在看过这本书后,被主角不放弃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决定用名人这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儿子的名字 当然这是按本漫画中的说法,具体的名字由来还是要跟现实世界产生一地的联系 Naruto有两种意思,首先Naruto是日本拉面放在上面的一种常见装饰型食品名门卷 Naruto还是日本一座城市的名字,该城市因为有座名门大桥而成为著名的观光点 据说从该桥上看水面的巨大漩涡非常过瘾 名人最爱吃的食物是拉面和红豆汤,最讨厌的食物是蔬菜 名人的热本声又是竹内顺子,他在活影中不只为名人配音,还有吃完都是出自他的手 不说你不知道,竹内顺子还配过猎人的小杰,数毛宝贝的元神拓野,哥马兽,家庭教师的兰波等等等 对了,海贼王的萨波也是搭配的,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名人出稿不是戴忍者头巾的,额头戴的是护目镜,因为护目镜有点难化 所以岸本把名人额头的饰品改成忍者头巾 这个护目镜形象的名人在漫画的前两画中出现 这个造型让我想到数毛宝贝中的主角们 难道岸本也是数毛宝贝的粉丝吗? 沐月忍者村有一家名人很爱去的拉面店,伊勒拉面 这家拉面店不是岸本空想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 岸本学生时代就读于日本福岗县福岗市九州产业大学 大学时代的岸本经常去一家叫做伊勒拉面的拉面馆 这就是火影忍者里的伊勒拉面的原型 可惜的是这家拉面店已经在2014年结束营业了 现在想品尝牧业忍者村的拉面味道 只能到福岗机场附近的另一间伊勒拉面粉店了 一碗味噌叉烧拉面要850热币 说这说这肚子都饿了 海贼王中原本有个主角叫做Naruto的 因为当时火影忍者已经热销中 名人的名字叫做Naruto 火影忍者的标题也用了Naruto 虽然同名同姓的交互很多 但是暗本竟然占了先机 伟天只好把这个角色的名字改一改 这个角色就是草骂海贼团的第三战力 三智 三智的原名是Naruto 火影忍者是一部广受世界欢迎的少年漫画 目前火影已经销售了2亿2千万册 而销量在火影之上的有龙珠 2亿4千万册 海贼王4亿1千万册 必须说明了一点 这数据并不包括火影博人传和龙珠超的数据 海贼王受欢迎程度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火影和龙珠 但是在欧美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 龙珠是最受欢迎的 火影则畏惧其次 海贼王在欧美市场就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 呵呵 亚洲跟欧美的口味大不同 就凭这一点好莱坞看准市场 2015年7月底 市门影业宣布买下火影忍者的版权 准备拍真人版火影 故事内容围绕在名人成为火影这段过程 听到这个消息 我知道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抖了一下 毕竟真人版龙珠就是好莱坞一者典型的失败之作 龙珠完全被毁掉 火影拍成好莱坞电影这则新闻 不知道你又怎么想呢 名人该不该由美国人来演 好了 感谢你花了一些时间把这部影片看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给我一个喜欢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订阅梦想家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哦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周更新的影片了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